向國人 社會大眾 特別是這些受難家庭 表達最深的道歉 一度哽咽 交通部長林佳龍 對台鐵泰魯閣號出軌 再度向全民道歉 除了政治上的責任 也包括幫助 所有的受難者 跟他的家屬 能夠療傷止痛 泰魯閣事發後 林佳龍不但第一時間 趕到現場 每天都指揮調度 緊盯進度 6號更親自到 泰魯閣號駕駛 冤春修靈堂 單膝跪地慰問家屬 接著又趕回現場 7號凌晨緊盯 最後一截車廂拖出後 再趕到立法院 全力善後 雖然不眠不休 調度善後 更宣布負起政治責任請辭 但是在野黨依然炮火猛烈 行政院更被爆出 因應普悠馬號事故 所做的台鐵總體檢報告 沒有核定 林佳龍曾建議組成 台鐵改革推動小組等意見 也遭異讀不回 台鐵沒有專責的董事長在做 那這個牽制到人事鬥爭 林佳龍要的人 宿舍上不要 行政院不合定 他送了八個月不合定 所以又說你自己決定 我們認為應該成立的是 調月小組 因為我們希望把整個事件 釐清得更清楚 重大傷亡意外 朝野達成共識 成立調月小組 要趕緊來釐清台鐵 太魯閣號出軌事件 畢竟這麼大的傷亡 卓林佳龍負起政治責任外 還必須將所有環節 查個一清二楚 才對得起所有的受害者跟家屬 環宇新聞 臨近亭陽直育 台北報導